嗨同学们我是孟爵 你在游泳的时候有没有苦恼过 哎呀我现在游多多米了 我现在用的时间是多少啊 我平均游100米速度是多快啊 今天给同学们推荐一款产品 Holo Swim 2 一款来自杭州叫做光丽的公司 研发出来的智能泳镜 我们先来看看 充电线几个鼻梁夹 长短不一可以用来更换 里面有个盒子 还有说明书啥的 这泳镜同学们的第一印象 可能跟我一样 哇这么大一个哦 这带上去之后游泳会不会阻力很大 然后总是进水啊 或者泳镜翻开这样子 哎我下水游了几下 还真不会 就灯磁边的时候啊 如果要用尽全力 那需要调紧一点点 这个在可接收范围内 我们先来开机 两个键 看都看得出来哪个是开机键啊 是吧 都给你映出来了 长按 开机 带上去有带超级赛热人 那个检测 站住力的仪器那个feel 那这款涌镜呢 它是需要配合APP去使用的 安卓的已经出来了 iOS呢 目前只有一个微信小程序 给同学们看一下都有些啥功能 在我的设备点进去 一共有三个模式 第一个是自由训练 上面是距离1000米是吧 下面是时间 21分30 旁边这个20呢 它是油的探数 1000米 20探 那就是50米一探 第二个 进阶训练 可以设定距离 啊 我今天也有1000米 可以设定时间 啊 我今天有30分钟 第三个呢 是自定义显示 啊 这里有配速和心率 两个可以都选 也可以都不选 哎 下面这个功能很厉害 我带这款涌镜游的时候啊 即使把亮度调到最小 没错 可以调亮度 等下跟同学们说啊 游久了 你也会感觉这里 总有一块亮的地方好防 特别是晚上游的时候 好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启间歇显示 你可以按时间来 是吧 每30秒给我显示一次 也可以按距离来 检测到距离增加了 它就给你显示一次 然后在下面是可以选 左焰显示还是右焰显示 一开始我以为 两个镜框都可以这么显示 其实是你摁一下 它会给你倒过来 然后你要这样子 嘿嘿嘿 在下面呢 泳池的长度 除了常规的短池25米和长池50米 还有一个自定义 你想选多长就多长 我看最长有255米 有这个标吗 然后下面还有个固定泳汁 如果你不选择固定泳汁 它就会尝试着 努力去识别你的泳汁 如果你选了 比如说自由泳 那它就放弃自动识别了 你下水又挖泳 它也显示你在游自由 然后再下一个是泳镜亮度 给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是亮度最低的 这个是中等 这个是最亮 中等 最低 那这款泳镜对我来说 有两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第一个是长距离游的时候 我不想数多少米 好烦 我又想知道现在我用的时间是多少 想知道自己速度 之前我买的这个苹果手表 Series 4 在游的过程中想要看啊 它理论上来说 台湾它就会自动显示 但是在水里面不灵的 你有时候还要去摁一下才会显示 然后那个Series 5 推出了产量显示之后 我马上换了 就为了这一个功能 然后时间来到2022年 有的它 我还看什么手表啊 每游一个50米 你的时间是多少 实时显示 一切尽在把握中 还有一个 就是我游包缸啊 时隔100米的时候 我如果是这个手道磁边吧 还好一点 这里马上可以看时间 如果没调整好 这个手道磁边 看不到我游完100米 一个缺切的时间 那其实 在训练中 一两秒的误差 不用太在意 但我就是在意 这个是吧 10个100米 两分钟包缸 到磁边啊 是1分20就1分20 哎呦 清清淑淑 这个痛点简直就是 擒贼先擒王啊 那此外还有一些基本功能 给你们说一下哦 它不只是一个时间和距离的显示器 它还是一个记录分析仪 什么游泳总时长啊 热量消耗滑水次数 碳数平均配数 它都会给你记录下来 并且同步到APP里面 给你一顿去分析 还有心率监测的功能 需要格外买一个小配件 挂在那个涌金袋子上 贴着自己的脑壳 这样子里面就会实时的显示 你的心率是多少 这一点非常爽啊 我们在游长距离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要学会分配自己的体能 而心率这个东西 实时给你 怎么样 你还不会分配吗 还可以去公开水域 配合上手表给你画轨迹 然后还可以连上手机 显示来电 这几个功能目前我还没体验到 需要等它们这个固件升级 然后充满一次电 它们说续航时间是4个小时 那还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这个涌进袋啊 镜宽的胶圈啊 中间这个鼻垃架啊 用的时间长了老化了 脱落了什么的 或者是断了 怎么办 他们说稍后啊 这些个零配件会单独上架 可以购买啊 什么坏的买什么 我还细心的把他们这个胶圈约了一下 发现哦 这个胶圈不是死死的连着这个金框的 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那我也知道哦 有的同学近视 啊教练这个泳机有没有近视款啊 我问了一下哦 目前没有 但是他们有打算在做 号称是可以买回来直接安装上 具体怎么安装我就没问了 反正到时候同学们去问客服 那我给同学们 这个涌进就讲到这里 非常推荐 呃训练 想要知道自己速度的同学 去试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